APEC峰会下星期登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亲自前来 中国政府至今仍不愿松口 根据本台掌握的独家消息 中国将派出庞大的APEC代表团 前来旧金山 有关习近平在湾区的活动安排就绪 下榻旅馆也已定案 但所有资讯都维持高度机密 来看我们掌握到哪些讯息 APEC习近平到底来不来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 拜习会敲定11月15日登场 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 朝旧金山元首会晤共同努力 但通往旧金山不能靠自动驾驶 显然中方仍不愿松口 目前湾区接待中国APEC代表团的安排已经就绪 不过基于保安理由 所有行程都保持高度机密 本台向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以及多位重要侨领查询 均未获得消息 机关美方已经宣布在APEC期间 与旧金山会有一场拜习会 不过中方始终尚未正式公布 习近平是否会亲自来出席APEC 也使得中国代表团在APEC期间 夏尔塔的旅馆安排始终没有定案 根据本台掌握的独家最新消息 中国代表团将夏尔塔位于 莫斯科尼Center只有一个街区之隔的 St. Regis Hotel 位于旧金山三街上的St. Regis酒店 紧离莫斯科尼会展中心 走路三分钟即可到达 根据了解 中国APEC代表团已经包下整间酒店 习近平渴望下榻于此 St. Regis除了位置方便 而且可以容纳庞大的代表团人数 最重要入选的理由还是保安考量 首先该酒店位于APEC会场管制区内 不得举行示威活动 可以让习近平不用见到示威人士 而该酒店的入口属于封闭式 一进门后就有接待柜台可以挡架 确保未经授权的人士不得入内 以及代表团进出的安全性 习近平此行会有哪些行程呢 除了APEC领袖峰会议程 以及与其他成员国的场边会谈 习近平还将与美国商界人士晚宴 并发表演讲 本台取得一份邀请函备份文件 是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以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共同发出 表示将在11月15日晚上 与旧金山举行晚宴 欢迎一位资深中国领导人 和他的部长级代表团 而这位领导人会发表演讲 信中表明基于为安理由 详情之后才会发送 这封邀请函的主角极有可能就是习近平 不过想要出席的个人 一张门票要价2000美元 索费不资 另外本台还掌握到 习近平此行将拜访旧金山华部 目前规划有可能探视 具有政治意义的驻美中华总会馆 华部部分商家以及市府有关部门 以获通知要准备迎接习近平到来 在拜习会敲定之后 华部重要侨团已经开会研议 如何欢迎习近平的到访 包括举办侨宴或是考虑组织大游行 但最终仍需中国方面敲定是否接受 而基于为安理由 所有行程规划都不会对外公布 正在混运中 感谢观看